高鸿安这个疑似涉嫌贪污的事件传到政坛当中 过去十日他的老板 也就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又是怎么回应 他其实昨天跟今天同样都是正面回旗 他是力挺高鸿安 说人在做天在看 更不忘隔空喊话 要高鸿安继续加油 而在今天 其实在郭台铭的行程部分 下午也来到了台中大雅 拜访台中市的前议员吴显森 两个人还一同到天寿宫来参拜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全台行程跑透透 十五号下午到台中大雅 拜访国民党前台中市议员吴显森 傍晚五点多一同到大雅的天寿宫参拜 但联访时被问及子弟兵高鸿安遭到起诉的事 郭董似乎有些疲惫 多次口误把天寿宫讲成了天后宫 人的主听你来看 今天在天后宫的面前 天寿宫的面前 我们是王母娘娘 他会在看人间的每一个动作 至于检方调查高鸿安禁留时 发现永龄基金会月付十万元给媒体公司 这十万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 郭台铭则说司法还在调查不愿多做表态 但不忘替高鸿安加油打气 高鸿安加油 为了人民 晚间郭台铭洗开十六桌宴客 上台致辞时亲切牵着争取国民党 提名台中第一选区立委的刘登忠 说要挺他到底 饭局中郭台铭吴显森相谈圣欢 吴显森更透露2024总统大选 不是郭台铭不愿意跟国民党合作 而是国民党不愿意 吴显森炮火猛烈 还说韩国瑜是国民党的前车之鉴 吴显森案指侯友宜和党内应该调整脚步 不要最后把国民党全拖下水 记者高丽赖文良 刘建宜 SNG小组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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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anaryce lum Jesús 感谢观看